XXX 老師提示 唉!不要說那個臭小子 他和一個女生走了 和那個女生,不然他有婚約嗎 就算是先婚啦 不然我一定抓他們回家 其實這個舞台劇 不是一個很傳統的古裝劇 當中有些元素 會拿回一些時代感的環節 或者一些表達方式 所以剛才Mandy所說跳舞 其實都是中西合璧 香港平時講的笑話 或者生活用的潮語 都有機會放在裏面 所以貫穿了這個劇 希望可以令觀眾多一些親切感 多一些同感在裏面 當拍劇你們試過 但有時會否動作很大 這個真的要向她學習 Mandy本身主修都是這個科目 她都是演藝學院的學生 所以其實是好玩的 平時我們埋位的時候的演法 和今次在台上的演法當然很不同 大家的能量的需要都很不同 需要調節 一路排一路調節 而且一路就 剛才你說很有經驗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經驗 你懂得跳舞 其實已經是等於你的姿態 形態上可以 我想最重要是 因為我們的場都很大 所以就有成千多二千個觀眾 平時我們可能一些比較小的眼神 就要將它發放到山頂的觀眾 我想是這個能量要再調節 不會的 不會的 這個不可能發生的 就算有都不告訴你們 有都不會讓你知道 我覺得當腎上線上升的時候 就算說錯了一點 總會是兜到的 所以其實一個人就一個人的難處 如果有拍檔 就真的大家都要很集中 即是說 如果真的見到對方有少少不同了 或者有些失漏 就真的要看著對方來 如果對方好像不太記得 就要靠對手幫他去承托 對 這個就是舞台的一個魔法 我可以這樣說 你看到蝦頭和家樂已經很少 其實很驚訝 都笑了 因為其實不止是蝦頭和家樂 我和蝦頭本身都有好幾場戲 早段的時間都排了 蝦頭也有合作過 也知道他的能量很豐富 所以預了好笑是一定的 我沒有人想在封面 你仁患